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距离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党内出选仅剩12天,众家参选人始出浑身解数而投入南区及安平区市议员参选的台南市商会理事长林世杰将于本月15日举办大型证件说明会阐述参选理念。 林世杰今年以来在安平、严城、湾里、大林及夏林一共办了无场证件说明会积极争取选民支持对于选区的发展,林世杰表示即使只是初选阶段,他一样严肃认真面对,尤其南区及安平区近年都不见大型建设启动。 林静的中西区有国民运动中心,安南区有台江文化中心,南区及安平区甚至连中行的区域医院都欠缺。 虽名为台南市区,其实发展一直被漠视甚至边缘化,正是时候注入政治新力量。 林世杰强调,他没有政治包袱但有从基层出身的社会经验。 林世杰强调,在余慧与市商会担任理事长多年,也对经济和地方产业了若执掌。 希望本周日下午3点半能与安平区永华二段与健康三接口邀请相亲力领指教。